这个确实是我们在国际谈判内经常见到的状况 就是双方僵持不下 那就是大家各退一步 这个确实是如果他们两边想要这样子走的话 但是呢现在这个状况就是很难会出现两边各退一步的情况 就是因为美国就在2024年就要总统大选 那在这个抗中线是共和民主两党共同都是一致的方向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拜登政府稍微做了一点点的让步的话 立刻会被共和党攻击说他对中国软弱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认为是很难有一个重大的这个突破的 可能还是要等到了2024年总统大选 甚至要等到下一个总统上来 才可能又会改变 因为整个美国的大的气氛 已经是不可能那么容易回转 或者是说做让步 同样中国是崛起的大国 现在他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 中国怎么软下来了 这个大家也不会愿意见到这样的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情况仍然是要等到2024年大选 新的总统上来的 才有可能会再看他们之间的互动是如何